木材板堆製廠 起火燃燒 已经陷入火海 里头堆满易燃物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木材燃烧 现场不断传出爆炸声 火焰更是直窜三楼那么高 不仅周边的玻璃被削破 就连电线杆的电线也被削断 起火点个幼儿园 只有一腔之隔 三百多名师生紧急疏散 疏散啊 疏散小朋友 把总电影关掉 在场老师面色凝重 不断打手机联络家长 幸好孩子都顺利逃生 而消防队也到场灌旧 抖611 抖611 一大洞两下 经过我们的抢救之后 是没有燃烧到任何的建筑物 这起火警发生在云林抖6 23号中午 这处紧邻幼儿园的木栈板堆製处 不明原因起火 燃烧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 幼儿园园长相当生气 这个战板可能在疫情中 很不顾问 然后我们也跟环保局 很多次的反应说 这个地方是要业者公布 被收藏人都感谢你们的 这么危险 而且电线都烧起了 放十八十六万 在这里没有 战板才能处理好 不然它也要收过来 云林县环保局也前来勘察 将依照空污法 向堆制战板的业者开罚 这起大火就紧邻幼儿园 幸好老师危机处理得当 及时将孩子疏散 记者六人边杨靖张志凯 云林报导